原标题 曹操总共有25个儿子 只有一人反抗司马家专选 最终结局极为凄惨文格瓦拉同志 曹操是个多产的帝王 共有25个亲儿子 除了先前已经病故的珠子 在司马一家族专权篡国期间 其实还有不少人在世 但令人倍感意外的是 面对着国家威王 江山即将变色的局面 却只有一人站出来反抗司马家专权 此人便是楚王曹标 那么曹标是如何反抗司马家的 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一切还要从高平林之便说起 魏武帝曹操共有25个亲生子 魏帝曹方正史十年 二百四十九年 先前折服多年的太夫司马懿 趁大将军曹爽 曹操长孙 曹真之子陪同皇帝离开洛阳道高平林扫墓的机会 在京师发动政变 随后 司马懿就派太魏将继去劝说曹爽 哄骗他主动放弃兵权 不久便诛杀其三族籍等于 事后司马懿进掌曹魏军政大权 曹邦则沦为傀儡 对于司马懿通过政变上台的做法 曹魏皇室们大为不满 因为在他们看来 曹爽执政时虽然飞扬跋扈 但毕竟是自家人 就算是他篡位称帝 也丝毫不会改变被朝的噱头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地位 然而司马懿上台后 形式就大不一样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司马懿一旦控制朝政 接下来要做的 必然是篡位称帝 司马懿通过高平林之变 夺得军政大权 然而苦于制夺的约束 诸王们不仅手中没有兵权 就连人身自由 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就算是有匡扶设计的想法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予以实施 况且司马懿进掌军政大权 就算是诸王们起兵逃逆 恐怕也难以成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楚王曹彪有所动作外 绝大多数王侯只能默认现状 曹彪是曹操第十七子 生母为孙姬 起初获封寿春侯 最终被禁封为楚王 曹彪自幼智勇双全 文采非然 楚王彪有智勇 剑三 国之军二十八著眼卫略 综合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曹彪既然自负满身才华 难免刑事张扬 结果触怒魏明帝 一度被削减三个县 一千五百户的十亿 曹彪年轻时志勇双全 文采斐然朝廷的处罚虽然很重 但并没有让桀骜不驯的曹彪洗心革面 一旦风云突变 他还是打算有所动作 所以等到司马懿政变上台后 曹彪的愤恨不已的同时 便暗中观察各地周牧郡守的态度 以便寻找到可以共举大势的盟友 最终 他把希望寄托在镇守淮南的司空王陵 和眼周刺身灵狐于王陵的外生身上 王陵自诩为魏朝的忠臣 并且资历比司马懿老 所以最后者政变上台很是不满 与此同时 王陵考虑到魏帝曹芳已成为司马懿的傀儡 除了无条件配合他篡位外 根本不会再有其他作为 若照此下去的话 曹魏江山迟早会落入司马家之手 王陵考虑到此 不禁忧心如焚 便与灵狐于商议破解之道 王陵与外甥灵狐于和毛利曹彪为帝 在此之前 曹彪已经开始跟灵狐于暗通款区 并许诺一旦自己诛杀司马懿 登基为帝 必然会重赏于他 灵狐于既出于匡扶设计的志向 又贪图将来的荣华富贵 便把曹彪推荐给王陵 希望旧父能与他一起另立新军 王陵听闻曹彪是个志向远大 智勇双全的王爷 觉得拥戴他起兵必然大有可为 所以便答应了外甥的建议 王陵 灵狐于既然决定拥立曹彪起事 便一方面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 则寻找起兵的良机 加平三年251年 王陵见东吴在边境里有所动作 便上书朝廷请求虎福 以便调动扬州的大军出击 但真实意图在于举兵讨伐司马懿 不仅如此 王陵还派部将杨红去劝说 衍州刺使黄华 此时灵狐于已死 希望他能加入到讨逆计划当中 司马懿兵不血认 便平定王陵的叛乱为成想 黄华 非但没有答应王陵 反而带着杨红一起向司马懿告密 后者闻训大惊 并训及率兵讨伐王陵 司马懿为了兵不血认的解决问题 便在出兵前设计诳骗王陵 让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是否起兵 自己则全速行军 不久后便进匕兽春 王陵决没想到 司马懿行动如此之快 慌忙之中 竟然只身前去会面 结果被勤获 王陵自知断无活路 便在被押送洛阳的途中服毒自尽 事后 司马懿大肆惩处参与启示的人员 王陵 灵狐鱼的三族由此被诛杀 而曹彪也被赐自尽 终年57岁 曹彪自杀后 司马懿有些不解恨 不仅下令诛杀楚王国所有的大臣 积朝廷派来的监国业者 还把曹彪的妻儿子女 全部废为庶人 庭卫请指彪至罪 乌使一汉奸王弹故事 使监庭卫大鸿 时节赐标喜书切得之 使自图焉 标赖自杀 非及诛子皆免为庶人 喜平原 标之官所以下及监国业者 坐之情无辅导之意 基辅诛 国除为淮南郡 见三国志卷二世 曹彪被迫自杀 妻儿子女被废为庶人当司马懿政变上台 曹彪政权岌岌可危之际 宗氏王侯们 居于司马家的权势 绝大多数都不敢有所动作 唯有曹彪不甘就犯 意图举兵讨逆 宽扶设计 虽然曹彪最终是败被赐死 但就其胆戏而论 依然值得后事称颂 曹彪若权下有之 大概也会对儿子的表现深感欣慰吧 史料来源 三国志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